《大約》 《大約》 我已經不順暢了 我已經回到休息 我還好時拍攝 我先失礼 這麼霸氣的宣言 來自今季爆紅的日劇《我要準時放工》 女主角吉高由李子飾演的OL 堅持準時下班 不開OT 剛好世衛把工作過勞當作職業現象 這套日劇令打工仔更加有共鳴 9時、6時回到小籠包吃的時候 最幸福 換轉在香港 又有沒有可能發生呢 《我要準時下班》 這兩位90後的OL 在科學員一間流動程式開發公司上班 我叫Bernadette In the Page at Business Development 同事來的 因為我要見客人 那天有沒有客人見 其實平常都準時下班 今天一定會做得到 那如果你為了工作 沒有了生活 即是沒有用 你是得不到你最想 歐超美的歐琴 就是想你的生活舒服一點 對比起以前那些年代的人 可能真的不用這麼辛苦 要每天去OT 我也很慶幸知道 設計方面 就不會說要你去OT到12點 但是都要在你完成了你一天裡面的項目 你才會安心準時上班 經常準時下班那麼爽 必須考驗一下他們 教練 我想都未必 雖然金錢衣很大引誘 如果你因為上班 而沒有了跟人相處交流的機會 人會沒有了樂趣 對比升職 我選擇準時下班 我覺得你可以準時下班 但其實你同樣都可以升職 其實一個員工他下班的時間 其實不能評估他的工作的表現 他們很講求什麼 Work-Life-Balance 那些東西 而且有些沒有什麼對升職 即是要求的人 他們全部都是希望 我想準時下班多點 因為可能他下班不到工作 我想有自己的興趣 我自己就喜歡去做運動 通常都來都是做Dream 他們承認工作沒有過量 幫到他們準時下班 亦好像日劇女主角般 上班時沒有客人 他們還有一些分配時間的貼士 可以提高效率 訪問那天 記者由黃昏的6點坐到7點 Office裡面近20人已經下班 結果只剩下老闆一個 之所以有得準時下班 只是偶然會OT 跟老闆過去的辦公血類史有關 我以前打工的時候 都會打過一些公司的工 是大家喜歡在一些 不是辦公時間去送醫療 亦都會有一些 鬥遲下班的文化在 放取表現 或者掩飾自己有些 做事的不足 我覺得就很浪費資源 如果我自己開公司 我就一定會被公司 進入那個文化裡 Aqib要求同事準時上班 下班 第一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有一個自己的私人時間 他們放了工可以吸收一些新的東西 當他們為自己增值的時候 其實同事也等於為公司增值 同事放了工 我就很少會發電郵 或者WhatsApp給他們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 世界已經不同了 其實現在這一代的同事 他們是真的會比較注重 那個Life Balance 譬如說我們有些同事 在初期的時候 會帶上那個女人 Keep上班 當然也不代表他們是不負責任的 因為有時他們收到一些 E-mail或是收到WhatsApp 亦都會見到他們很快就會回覆 公司賺到錢 不過盡量不OT都有代價 人工未必是最吸引 商業模式 亦都不是最賺錢那種 做公司人不需要 賺到一分一號 賺到盡 但我覺得這個trade off 是一個商業的缺責 希望我又可以留住一些 比較有水準的人 出一些比較有水準的服務 和賣一些產品出來 還要準確管理時間和分配工作 去提高效率 不要計錯數 deadline很趕的時候 是比較少的 沒那麼忙的時候 我們會整間公司去 一起去看電影都有 可惜向香港人均每週工作 長達50小時 連同OT時數都是全球第一 香港的打工仔 究竟有沒有機會 打破工作過勞的宿命 有得天天準時下班呢? 我們看到了 這個車子 非常有趣嗎? 我們會看到